气象局指导显示未来一个星期天气是呈现了三种变化 星期一到星期二受东北风的影响 气温偏凉而且还会下雨 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会回暖雨势趋缓 不过星期五的下半天东北气风又南下 持续会引起到周末假期 华东清晨低温可能下太摄是18度 气象局表示未来一周将分别迎来两波东北风影响 周一周二东半部将转为偏凉有短暂雨的天气 东半部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 到了周三周四天气回暖 东半部人事云多且有间歇性雨势发生 到了周五东北风又增强 东半部再次转为阴雨的天气 2324开始温度其实还算蛮高 大概2726有点下滑 然后2526的时候温度大概就上升到26度一个情形 然后到25号星期五272829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温度就开始慢慢的往下降 因为我们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比较强的情形 然后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还是局部地方有些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温度线 大概是从今天开始慢慢下滑 到2526的时候 温度大概持平 然后到272829 温度大概在高温地方都会下降到22度的情形 然后到29的时候温度 低温大概会来到18度 所以基本上18度温度就比较因为有一点寒冷的感觉了 所以还是建议一下这一周民众出门还是要带雨去 然后如果是早出完归宁 这就是要适时添加一五 尤其到周末的情形温度会更低 所以大概这就是一周的天气概化 气象局提到这周会有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感觉 尤其周末那一波降温预计将是全台游感 建议民众留意天气变化 适时保暖 出门记得携带雨具 记得长方艳华林师报导